我们今天的确诊的病例 那本土的病例有60 那没有境外之一入 那有三例的死亡个案 那大家有在报道 就是说有一批我们莫德纳的疫苗 在这两天礼拜三会进来 那有有这样的一个 是会在那个时间进来 岛内疫情看似有缓和的趋势 但台湾南部爆发德尔塔新冠病毒 变异毒株群聚感染 据台湾联合报27号报道 日前一队从秘鲁返台 在屏东居家检疫的祖孙 确诊感染德尔塔变异毒株 其短暂接触的邻居 邻居家人及邻居友人 搭乘的车辆的司机均确诊 有验的都是德尔塔的病毒株 所以应该是这一个群区 大概都是属于同一个群区 此外德尔塔变异毒株也出现北上趋势 台北市卫生局27号接到通知 一名可能感染德尔塔新冠病毒 变异毒株的屏东方辽乡居民 与两名台北市民有过近距离接触 引发台北民众担忧 鉴于德尔塔变异毒株感染力超强 台湾民众关切岛内防疫警戒 是否需要相应升级 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目前没有升四级准备 面对岛内疫情从北部扩散至南部 民进党及前民代郭正亮呼吁 大家应该同岛一命 不要搞正直扣谁的帽子 但还援引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称 目前在美国的新冠确诊者中 有20.6%感染了德尔塔变异毒株 但还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为什么没有把美国列入高风险国家 你这个时候真的不要有外交考虑 你不要考虑什么对不起谁 公位标准就是最高的 国民党及台北市议员游书惠也质疑 明明德尔塔变异毒株已在85个国家和地区被发现 指挥中心却只选七国防堵 他说防堵德尔塔变异毒株 台湾已经慢半拍了 就别再玩逃避 入境普筛 台卫生福利部门到底在怕什么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从6月18日至24日大陆累计新增来自台湾的新冠确诊病例已达12例 其中无症状感染者两例 创下近一个月以来的新高 报道称 去年大陆爆发新冠疫情后 民进党当局将台湾飞往大陆的两岸航点 限缩到只剩北京 上海 厦门和成都四个城市 结果今年5月 台湾爆发疫情以来 除北京外 其他三个城市不断发现来自台湾的确诊者 其中最严重的是一名台湾男子 在澳门被验出Delta变异毒株 而该男子在台湾三次采样均呈阴性 联合报评论称 台湾出口确诊病例并非新现实 去年在日本 韩国 越南和泰国都曾发生 也证明台湾抓确诊的漏检率太高 而就在27日 一名从台北松山机场准备搭机前往金门的旅客 快筛的时候一度出现阳性 而现场医检人员考虑一切误差 执行第二次筛检之后呈现阴性 就放行让他搭上飞机 金门县长杨正吴当天在脸书发文直呼太扯了 并要求民进党当局落实全面普筛 避免这种可能酿成防疫破口的离谱事件再度发生 对离岛本来就比较不足的这个医疗量轮 更是增加了很大的负担 所以我们希望第一 在有关这个疫情指挥中心的部分 还是必须要全面的来做这个快筛 有一点点的这个不确定性 那我们都一定要民众 要做完疫情下的检测之后 一定要确认是隐性 那才能够再上飞机 台湾本土疫情持续扩大 各行各业都深受影响 眼下岛内坊间谣传 农产品会沾染新冠病毒 屏东芒果已出现退定潮 尽管台农业部门主管陈吉仲出面辟谣 称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因接触水果而染疫的事件发生 但在历经北农爆发群聚感染后 屏东芒果也受到波及 据统计 屏东当地主要种植芒果的农民大约有6600人 眼下正是芒果盛产季节 但以前一箱可以卖到700元新台币的芒果 现如今只剩下400块新台币 脸上满是无奈跟担心 就怕忙了一整年的成果付诸流水 再次推上一整个入业 favored 第一 封锏